我必須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這個CDC公佈的數字來看 從149例 我說萬華 從149例到89例到48例到31例今天 其實萬華本身在這個 財議館相關的這些案例 或整個萬華來講 其實都是一直在下降的 那其他現在有來 在增加的那一些地方 不管說板橋中和或是彰化等等 其實都是跟之前來到萬華的足跡是相關 所以也就是說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現在在萬華本身的疫情的數字 其實在下降 那並不是說好像所有的 在萬華都現在風聲鶴唳 好像來到萬華 就像前一陣子其實有人報道說 什麼萬華有10%的確診等等 那一些假訊息 讓大家很恐慌的 大家其實大可不必 因為這會造成 剛剛其實前面幾位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恐慌會開始 讓人民沒辦法用理性的方法去判斷 例如說 因為他那個10%是去篩檢的人 對 那個是去篩檢的 可是那些篩檢的他是特定的某些 現在篩檢的人就 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在要求大家說 是有這個身體有這個相關的症狀 或是你有跟確診者的之間的 這些過去來往的這個經歷 那這些人再去篩檢嘛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當然一開始有這個症狀的 或是認為自己有跟他們來往的 算是比較精準的一個篩檢 對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如果全萬華 全萬華有大概20萬人 你全萬華真的要10%都中的話 就有2萬人 這怎麼有可能 大家全部的人都在發燒了 我要告訴大家 自己每一棟都有人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現在就像剛剛其實黃醫師講的 我們並不是要叫所有的人 都趕快去篩檢 因為你會反而造成另外一塊 這個另外一次群聚 這也是我們在萬華 一直在提醒大家 因為大家現在被弄出一個 一大堆的假訊息 這個開始在蔓延以後 大家都很緊張 緊張以後你反而會造成防疫的破口 你整個安全的人 健康的人都被叫去快篩 結果現場是 我們鼓勵那些有症狀的人 要先去快篩 結果沒症狀的人跑去 那你不就在那邊被傳染了嗎 所以這個都是 我們一直希望大家 你要以正確的資訊為主 然後不要污名化萬華以外 然後你也不要自己 因為被污名被扛這些壓力以後 我們萬華在地有很多的 壓力很大的一些狀況 因為那個鍾小皮議員 他的爆料是這樣 他說有不少在萬華阿公店 上班的外籍小姐 一開始是用看護的名義來到台灣 然後他卻是在阿公店這邊去上班 疫情爆發之後說有一些 他又回到了中南部的雇主家 可能會不會造成疫情的加速擴散 可是有地方人士就說 他這樣說話不通 是有違常理 但是至少警方的這個部分 火叔去清查一些 這個在查室工作的外籍小姐 至今說大概要去聯絡了80個 可是至今所有27個人聯繫不上 這個部分要趕快找到 才能夠防毒疫情 我想在這邊還是要這個 其實鍾小平議員的這個爆料 已經被很多地方人士 那還有這個對於這個 這一些外籍人士的一些行眾 比較了解的人打槍了啦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希望大家再去 不要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想要一直分享一些 跟這個好像很聳動的一些 這個可能性 然後來去讓造成大家的恐慌 因為第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要確定 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把所有的外籍人士 都抓去普篩啊 包括這幾天 包括外籍人士以及遊民 都被大家用一個很標籤化的想法 然後很擔心他們會跑來 是不是就會傳來疫情 這個就像剛剛前面 這幾位來賓講的 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這些有症狀的人 應該要去篩檢 以及有接觸史的人要去篩檢 所以我們要確定的是 這些外籍人士 我們有沒有掌握他的名單 我們以及遊民有沒有掌握這些人的名單 那我先講外籍人士 這些外籍人士 不管說他是不是留音 還是什麼樣特殊的行業的 其實我們在地的警局 他們都有這個線頭 也知道這些人都是要跟誰聯絡 所以才會知道說 那現在還有幾個人打電話還沒接 但是其實我知道說 即便他二十幾個 現在也已經又聯絡了很多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確定是 你們裡面有沒有有症狀的 應該是要這樣 你有症狀要趕快去篩檢 而不是說你們現在全部給我回來 我要給你普篩 你這個是增加我們警方的資源的浪費 以及我們篩檢醫療的浪費 這已經一再講 遊民也是一樣 我們先不管說很多人對柯市府 處理遊民的方式有不一樣意見 但是老實說 現在遊民在猛甲公園那裡 其實在跟保全公司的合作之下 已經都有照冊有名單 他們白天是去一些地方工作 打零工各式各樣都有 晚上可能他們會有特殊的安置方式 但是他白天都要收好 也就是我要講的是 基本上跟在市府跟保全公司合作之下 其實也都有名單 所以也不是大家現在很擔心說 像我知道有看到有人說 他們是不是都跑去這個慈安宮 還是跑去哪裡 把這個慈惠宮 還是其他的地方 沒有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至少確定 這些名單可以掌握 以及有沒有人確診 或有沒有人有症狀 我們要確定趕快讓他去篩檢 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對特定行業 對特定一種人 都認為說 你們這些人都是讓我們很擔心的黑術 所以我們都要你們全部去普篩 這就會造成更大的恐慌 而且會造成第二次的群聚 我要再講一遍 現在就像很多萬華在地的居民 他被雇主要求說 你先去快篩 然後提供你的這個陰性證明 你才可以來上班 你這是完全跟指揮中心要求的 這個命令是相反的 這些人沒台沒錢 雖然我們都要把自己當成是無症狀 確診者來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但是不是大家都要跑去快篩站 對那些有潛在確診者的人 趕快去跟他群聚 你把你的員工叫去 第一個他不一定篩檢得到 因為他沒有沒有這些這個交往史 也沒有症狀 他到現場一定是要優先 禮讓剛剛講的那些人 他要先篩檢 第二個我們的醫療資源 跟快篩站的資源也沒辦法讓附和這麼多的人都跑來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在萬華的員工 還是這一些外籍人士 或是說大家這個現在擔心的遊民 其實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防疫的這個規則來 我們要確定這些人 他有沒有症狀 我們聯絡不到 聯絡得到聯絡不到他 有確診者有症狀的 我們沒辦法掌握他的心中 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像今天其實還有另外一位是 我們在地的議員 我真的也是希望說這一些民意代表 不要藉這個機會 一直想要出來作秀 他今天出來講說 這個有一位這個女童 然後他三天沒有吃飯 他確診了 然後因為他媽媽跟阿姨也確診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在地的里長今天 他真的是很倒楣 他三天他跟在地的人 全部都有去給他送餐 但是因為他那個妹妹 你要想一下那個妹妹 他當然很擔心 他想跟他媽媽在一起嘛 所以正在安置說 你能不能跟媽媽放在同樣的監獄所 同樣的地方 但是這個過程 哪有可能讓他三天沒有人吃飯 這個不用里長處理 這樓上樓下馬上就趕快處理了 你今天為了要去做這個秀 你又動員那麼多媒體去那邊 然後一大堆人又去圍觀 又跑去圍觀 我們現在不就是說不要嗎 你現在做秀就有人去看啊 這個不要這樣 我們趕快回到 我們防疫應該要有的生活 我蘇貝 我聲不虧 不是 你也有的